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存了完完整整的骨骼 同时它头部结构 也对于这种建籠类的起源和演化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 我们这些化石运过来 包括我们博物馆出去进行展览的时候 都会将这些化石 一个个小心地分拆下来 它每一块骨头都是可以分拆的 然后慢慢地用本板 或者一些包装材料 给它一块一块包装起来 同时也会有一些重要的 比如说头部 还有一些锥体 还有一些细小的部位 像齿骨 绕骨等等 这些细小的一些骨骼部件 都会放在槽里头 这样的话运出途中它不会晃 这怎么不睡呢 有啥的 你这有 我还是会抓到这些细小的脚 我还是会抓到这些细小的 那你这种的温度 但是我还是会抓到这些细小的 这些细小的挺有点的 但是我还是会抓到这些细小的